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高鐵延伸宜蘭選址議題 這站旨在前交通部長林佳龍任內 是以比如說四城 宜蘭 還有憲政中心跟羅東四個地點作為評估 原本他最熟悉的是宜蘭站 不過今年8月19號 新任交通部長王國才到宜蘭視察交通建設 位在郊西鄉的四城站 意外翻身現在變成了一個最優最佳方案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了 民進黨立委陳歐珀他怎麼說 他說他日前提出了七大不適合建在四城站的理由 那我們看到哪四個理由 首先第一個他認為是地勢低 那麼田土容易淹水 好這個地方地勢太低了 另外還有轉成的接駁成本會增加 就業人口少代表說 承載也會比較低這樣子不符成本 另外是上次收徵 徵收地80%都是農業用地 都是農業區 所以對他來說 其實這個站是不適合的 不過其實這個議題上有不少分歧 上市民進黨立委陳明文 他在今天也表示說 中部長王國才如果一個月後 這個議題宜蘭人還是繼續炒下去的話 那你這個部長真的可以下台負責了 我本身就是學交通從地方一直到中央 我都是用專業來討論事情 完全沒有一點什麼政治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就把問題拋出來 如果大家覺得哪一個站比較好 我也把問題都拋出來了 大家想一下 就是說這個問題大家可會面對 所以我覺得回到一個專業是比較重要的 市長你會加強跟陳明文委員的溝通嗎 會我想說陳詹委員他在交友會 我隨時會跟他請教 那我會表達到說我們在整個的過程中 是從交通部跟鐵道局的專業來提這個方案 那我們希望說大家來面對已經提出來的問題 最重要是說問題提出來怎麼解決是最重要 如果可以解決我想說站著的決定就很快 市長會不會認為說其實很多現在的立委 好像都藉由對於蘇內閣的不滿發洩在閣員身上 會不會覺得其實壓力挺大的 可能要被這個蘇貞昌來當子彈 不會不會 我想說每一個人有他的想法 我們真的是都非常感謝 也讓我們再做規要說更完整 大概這個站著的一個討論應該恕口而止 如果是這個政治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這個部長應該要盡視去做溝通 去做說明讓地方能夠更了解 能夠讓這個站著的問題 找出定案不能夠再吵下去 如果再吵下去 一定會影響 影響地方的一個和諧 會讓中央的一個美意好事變壞事 這一點我們不能夠這個接受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正式喊話 如果一個月內 這個高鐵這個延伸宜蘭站著這個問題 不能夠讓宜蘭人能夠這個 不要再吵的話 那這個一定要有政務官負責 那政務官 當然就是身為部長必須要負其責任 好我們繼續來看到是交通部高鐵延伸到宜蘭的選址計畫 難以決定 先前立法院長尤錫坤才對交通部長王國才說重話 說不知道專業在哪裡 對此今天行政長蘇貞昌就表示說 現在選址也都還沒有確定 大家應該要坐下來多多溝通 好不要這麼容易生氣 而相照於昨天炮火猛烈的游錫坤 今天卻一直跳針表示 他的想法已經說了很清楚了 我敦勤的閣員 很多都是從市長升上來的 像王美花 陳吉仲 陳時仲 表現都很好 王國才學交通出生 從地方的交通局長做起幾十年 做交通部的證次也好多年了 我對於立法委員的指教 都希望我們的閣員都要傾聽 我們知道這個案現在根本還沒有確定 連走到交通部都還沒有 大家不要生氣 不必義氣 好好的食糧 像西部高鐵在選址的時候 也都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 這是很正常的 適反則緣 多多溝通 高鐵依然站 我所要發表意見都已經在 幾天前都已經發表完了 所以我現在就 因為今天是國慶 所以我今天就不做意見的發表 所以老師想要說 你怎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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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剛才講說這個 我的意見我已經講過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我的意見 今天因為我今天是為了國慶 所以今天就不談其他 所以今天就不談其他 我對高鐵不想出意見 今天我們就針對國慶好不好 我們還是針對國慶來發表意見 我們還是 國慶的題目 那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就當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視訊時間 我們今天要視訊的是 宜蘭縣議會副議場陳漢中 您好 您好 各位觀眾 各位主播好 好 不好意思 是想要請問您一下 就是剛剛有看到 我們的這個新聞畫面嗎 就原本屬意的是宜蘭站 就現在新任的交通部長王國財 他就視察完以後 他覺得說最好的地點 是在郊七鄉的四城站 這四城站現在呢 現在大翻升了 變成一個優惠 最優的一個方案 那麼就有一些聲音跑出來 比如說這是不是有一些政治干擾 另外這重大建設 還掀起了民進黨內的茶壺風暴 上次還有派系之間的鬥爭 還傳出說其實這跟炒地皮大有關係 想問副議長您怎麼看 有關高鐵宜蘭站的議題 是否受到政治的干擾 我想宜蘭縣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任何人如果想要借給摩取政治的利益 終究會被我們宜蘭縣民所唾棄 至於是否有涉及 民進黨的派系之爭 或是炒地皮炒作的問題 我想這個政策的決定之前 不免是而已會衝刺 各說各話 在政策的立場不同 大家都可以藉由理性的來討論 來獲得整個的共識 相信我們宜蘭人最終 必然能夠去整合出一個最佳的方案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至於民進黨內部的問題是他們的家務事 我們就不便多談 好 那麼想問一下 其實之前立法院長尤錫坤 他就說這麼大的建設到宜蘭 他最希望的是45萬名的縣民 大家都方便 有了高鐵以後 你方便我也方便 他認為說這高鐵站 如果要成就一個新市政 那麼像是在西部 比如說台南 嘉義 彰化雲林 有很多的失敗例子 那麼在宜蘭如果失敗的話 他說會耽誤宜蘭的發展 所以他認為說這個設站 應該要在接駁方便的地方 讓花東的民眾也可以有這樣的便利性 會添入考慮 那麼想問副議長您同意這一點嗎 我首先必須來聲明 我是羅東宣傳的議員 當然在我個人的自身的利益來說 我當然會設在我們羅東站 這是我身為民意代表 應該要堅持的地方 但是 國底是我們宜蘭優勢以來 最重大的交通建設 關聯到建國宜蘭的未來的發展 不應該有個人的本位的主義的堅持 或者是政治利益的糾葛 而且我們要有宏觀的眼見 來理性來討論跟思考 做出最佳的選擇 來看見我們宜蘭建國行政區 這個區域 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我們宜蘭關聯交通的輸入 以及他的路網的吩咐 從宜蘭這個生活形態來看 因為 宜蘭這個燃燃 分成欺南欺北 兩個的行政區域 而且欺南的人口 又遠超過西北 非常的多的人口 但基於中和客觀的這個條件 高鐵宜蘭站的設置 應該是設在我們行政中心 高鐵的站值 他的選地的最高原則是 考量到使用者的便利性 交通不只有考慮到施工的便利性 以及他的經費的多寡 完全沒有考慮到使用這些便利 所以說 忽略到我們高鐵站 既有的交通的網路的連結 對於各鄉鎮使用者的這個距離 完全沒有列入評估 郊西鄉四城站雖然是高鐵從南港進入 我們宜蘭站最近的距離 但他偏離的宜蘭中心點 也靠近我們血稅的出口 這樣會造成多數的鄉鎮使用的不便了 而且四城站他的距離 以及西蘭的蘇星火車站23公里 距離東山火車站18公里 我要請問蘇澳證明以及 東山鄉民或者是我們羅東正民 會來搭乘嗎 我想連羅東正民 要搭乘的這個意願 就非常的低 至於居民 如果要到我們四城站搭乘高鐵 倒不如我們直接就做 做這個國道去台北會比較快 隔馬南首都這些交通 運輸的公路的運輸會比較快 就交通網路的連結的便利性而言 如果高鐵設置在 往南一點的行政中心附近 他的有二節聯絡道路 五節鄉 三金鄉 壯圍鄉 以及羅東也好 整個的交通的網路 往南高鐵站 這交通都非常的方便 不僅能夠服務到我們 宜蘭市的市民 更可以服務到我們西蘭地區廣大的縣民 這應該是較有可行性的折衷的方案 這是本人的看法 ok 沒錯 的確就像副議長 副議長您剛剛講的 就是應該要以這個居民 縣民的這樣子的居住方便 為真正的考量 也非常感謝您 今天跟我們視訊 非常感謝 拜拜 好 謝謝主播 拜拜 謝謝師父